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不可以因为物料贵而减料一成 也不可以因为物料便宜而加料一成 这个就是咱们做太古饼的 它的魂之所在 不可多也不可少 我是太古饼第五代传承人李俊瑞 明清时期太古县 全是咱们晋商的发祥地 经济也是十分的繁荣的 富豪大户们也开始在这个饮食上 变得十分的讲究起来 咱们这个太古饼 就是在那个时候源自出来的 选料主要就是小麦粉 广西的白砂糖 还有咱们塞北的胡麻油 还有咱们分蜜 糖兮 白芝麻仁 抹面的过程中 我们先要把这个披掉的这部分 全部放到一块把这个糖要融化 融化以后倒进去这个面的时候 不能过多的去揉制它 必须要快准去把这个面团揉制好 三下两下把这个面全部搅匀就可以了 冷却谢谢大家 最后还需要的 转抹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烤制也是非常讲究的 它和咱们一般的糕点是不一样的 咱们这个烤是分两次烘烤的 第一次呢就是先把这个在芝麻的这一面烫面 烫好以后呢 之后再焖制 就是连烤带焖嘛 然后在上面再盖上一层上火 菜骨饼有这个九楚变味的这个特点 存饭时间长了也不会就是说干硬 并且就不会变质的 这菜骨饼的口感 是很多糕点都不能避急的 它疏而不碎 天而不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